在戴希清議員 林伯修主任 是林伯修主任 林伯修主任 那議員女士先生發言完畢 我們現在就 照剛剛登記的 然後我們的那一個 陳情意見的順序 第一個是 信義區大道裡 林口街居民之救會 會長 羅吉仁先生 好來請 一個人三分鐘 如果 你說我們是 這裡登記的十個人公佩你的話 那多個兩分鐘 來三分鐘 先說 爬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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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報告 先不要記事 他的報告裡面 回應他的報告 報告裡面說 第四十七月的第五點 他說斷層的問題 然後駕駛到中央第一釣手 他說這不是活動斷層 其實我們一直訴求 我們沒有講到活動斷層 活動斷層的規定是什麼 你在斷層旁邊 要多少公尺以上 是不能蓋房子的 我們不是訴求是 我是訴求是說 你是這個在破碎袋裡面 你的房子怎麼能蓋那麼多 那要怎麼去解決 好現在開始 我這題的方案是這樣 你建築如果可以 避開這個冠層旦的話 其他的那個動帶的話 第二頁 第二頁我就說 你就可以做成像這個 這種叫做荷包蛋型的 那這荷包蛋型 你一定要選擇在 這避開的範圍內 那避開的範圍內 如果你不避開的話 我就誠明第一頁 基地如果說你不當的開發 會造成環境的負效益 負效果 那這個負效果是可以 它一般是 它是不可逆性的 你不能做成 所以即使你可以負負的話 你將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簡單講 你在這斷層裡面 有斷層禮 如果它涌出權來 你這旁邊 多垮下來的時候 這個你要怎麼去復原 可以復原 可是它不會 代價很高 那我這邊再來講的時候 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坐在中間 避開的話 四周各有各的禮 那是不是大家都能共享 第二 屬於在雙贏的信念 下一張 那根據博德德報告 我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地方 不是我選的 是因為它原來的破碎蛋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 那破碎 那個破碎的 那個 研底的破碎 那個下圍如果有 有興趣的話 請你們去調那個 那個叫做 環瓶的 德報那環瓶的資料裡面 有這張圖 可是那些 彩色是我家的 我把它調出來看 那我的意思說 那不然你就知道這樣 標準那五十公約 五十公約 那是大約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正確在哪裡 因為它探的點 沒有人知道 因為除非你當孫女 跟著它去探那個點 下一張 那現在我的意思說 那根據剛剛那一點 就是說 那你既然做成像101 這個模式的話 那長得什麼樣子呢 就是比照這個圖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圖呢 因為 你既然別的地方不能蓋 你總是要一個地方何蓋 還有第二個 你社會住宅 你一定不能標籤化 所以它 你在下面做商業區 上面做住宅 上面做社會都可以 整棟都來做 講不好聽就是一種地標 這東南亞 這第一個社會的社區 這地標 那第四點 我就是講說 既然我們 在這附近的人 大家都很歡迎 你們這樣趕快來開發 那總是你要 對我們這次都裡面 有一種回饋嘛 比如說家房子 我們蓋的時候 更新的時候 那你就跟我們比照 你們這社會都 四百的半年 百分之四百的容積率半年 OK 下一張 那第二個方案就是說 假如你沒有辦法避開的話 假如說避開 沒有辦法避開的話 那我建議 沒有辦法避開 我建議說 做成一個類似 我自己我取名的 不好意思 我幫他當作說 台北都會生態公園 下一張 那這個生態公園 這要結合四座山 剛剛我們這裡有一個理由跟我聊 他說 我最近到家裡都看到那個 台灣那個喜鹊 蠻喜鹊 這也是所謂的 那個保育類的動物 那我在羅西亞也看到 那個看盤書寫的說 那在這個四座山裡面 有那個什麼圓碟 有什麼班子碟 還有什麼赤肉 很多都是保育的 我們接著他做成一個生態公園 那第二個我是用肯德的方案說 請你們支持我們 你看到這個斷層是這樣走的 這不是我的圖 這是之前的調查圖 那他一直是穿到我們的這個基地裡面 那我希望說 你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你幫忙支持我們 會做成生態公園 下一張 還可以嗎 喔 還有兩個鐘 好 OK 那最後一個 到最後一個 就是說 這個圍牆在 那個園區裡面的外牆 他這邊就已經很歸列 這在一百年 一百年八月九號造的 那時候有請 相關單位來會看 那這裡面是說 那個社會局曾經有派員來修復過 現在 現在 又開始燃了 上面那一塊也脫落了 那他的寬度有多少 這是這個寶車瓶的寬度 因為我也不會量 我就把它放進去而已 好 下一張 在我們 在我們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那個叫做說明會裡面 也有講到 那這個地震常常都有 可是他的正常已經在跑了 以前我們的地震 現在都是在外海 正一樣都在外海 正一樣都在外海 現在已經在跑到了 台北盆地點的內湖 台北新一區來了 好 那甚至大屯山火山也純純欲動 那這個圖 這個下面的表格就是 這個氣象局裡面去抓的 他跟你講在哪裡 我也正一樣在哪裡 跨紅圈的 那下面就是說 現在 大屯山火山 他在那邊已經設定在觀測站 那這個跟我不一樣 跟我所講的沒有什麼關係 我講的就是說 這個給你參考 是不是說 現在請你們支持我們 做幫他 規劃成什麼 台北的都會生態公園 謝謝